蟹蟹蟹 蟹蟹 蟹蟹 大家好,我是蟹蟹 這一只植物大家認識吧 它就是畢馬了 畢馬是大幾棵畢馬樹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我们南方,尝试多年生灌木或者是小桥木 野生的碧麻一般喜欢生长在三角边的灌木丛中 它的叶子是单叶附生 叶片是钝状圆形 长状分裂枝叶片的一半以下 它的叶子特别的大张 估计就能做一顶帽子了 叶子的背面像镀了一层膜一样 油光正亮的 它的叶饼是红色的 叶饼比较粗 中间是空心的 叶饼一般都长达40厘米 都抵过一把小伞了 上小学的时候 记得路边还长有很多的币麻 放学或上学 刚好遇到下雨的时候没带伞 我们就会摘着币麻叶撑在头顶上 这里的 这是币麻的果子 它的果子是球形的 外面有很多比较软的刺 成熟的时候 这果壳就会裂开 然后种子就会暴露出来 它的花期是5到8月份 它的果期就是7月到10月了 它圆椎斑的花絮和顶端的叶子是对生的 下部是熊花 上部是瓷花 再一颗币麻果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果子还没有成熟 成熟以后的币麻籽 它是表面光滑 有斑纹的 这些斑纹是淡褐色或者是灰白色 现在这一个是还没有成熟的 里面全都是白色的 币麻的根 筋 叶 种子 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用途的 今天沙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币麻的用途 先说说它的根吧 币麻的根 它能屈风活血 止痛症静的 懂它的老人呢 有风湿关节痛 或者是破伤风 就会采挖这币麻的根部 拿回家煮水 币麻的叶子能消肿拔肚 止痒了 湿疹烧痒 就可以采摘它的叶子 拿回家煮水外洗 它的叶子还能灭蛆虫 老式的农村厕所会长那些蛆虫 老人们就会采摘这币麻叶子 捣碎 然后丢到厕所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消灭蛆虫了 今天遇到的这一株 枝杆是红色 叶子是绿色的 还有一株 它的枝杆和叶子 全都是红色的 那一株就比较难预见了 全是红色的币麻 它对癫痫有很好的作用 书上曾有记载 用红金红叶的币麻根和醋 鸡蛋一起煮 对癫痫有帮助 币麻籽可以拿来炸油 币麻籽炸的油 它的凝固点很低 又耐寒 还耐高温 是工业和医药的重要原料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写到 1958年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上面 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说 院里闲着一块地 今年你家种点啥 种点菜还是种点花 最好还是种币麻 种币麻好处大 工业农业都用它 春耕一粒子 秋收几大把 收购员见了笑哈哈 你们真是爱国家 那时候人们都开始种植这壁麻了 为何现在没有人再种植这壁麻了 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欢迎大家评论区一起讨论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上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